詞曲 李宗盛 夏俊 欣賞 詞曲 李宗盛 我大專不沒讀完 其實已經在工作 我是半工讀的 早上上班上班就讀書 那時我就做參與 後來就升了做秘書 那時我花了萬多元 那時只有二十多歲 有一天出去跟老闆買三文治 有個聲探 當時很流行 周圍捉女生騙錢 我問她你的頭髮很漂亮 我有個生意廣告想找你 我心想你不要騙我 我很聰明 然後她說女人 我給了當時朋友電話 我朋友說 你經常有個人找你 找你去試鏡 是遲續了半年 她找了我很久 我心想 如果你騙我 沒有人騙我 這麼長時間都騙 騙我多少錢 還有多少錢給你騙 會不會是真的 那時候去歐遊回來 花了很多錢 不如找一下外快 所以我第一個廣告 我帶我媽媽去拍攝 拍衛生巾廣告 江美儀是九十年代 隻手可以的廣告無得二 亦是廣告家四大女主角之一 她更曾經和法哥周潤發 合作拍洗頭水廣告 開始了我做無第二的生涯 做了很久 當時我們是很幸運的 因為當時國內開始開放 當時香港拍攝片 拿上大學播放 我們吃兩條水都可以 香港一條水打一條水 我們當時有四個女生 通常都是這四個女生種的廣告 就是我、周文奇、歐陽妙姿和楊增 我們四個女生 通常都是看到這四個女生 他們三個都比較高 可以做完美的模特兒 我較矮的就只做到才能 當時又床頭髮 又拍攝很多洗頭水廣告 護膚治廣告 然後你又和法哥拍攝過兩個廣告 那一個就是我以無特兒身份 拍攝的最後一個廣告 你知道那時候要Casting 最後只剩下兩個 兩個就差最後那個 當年我幸運 成為了她的廣告的女主角 所以人生中我只拍過三個MV 兩個劉德華一個人 然後我從97年移民到加拿大 我打算在加拿大就算了 即是定居了 去一個新的地方法治 我當年做秘書 就拿到分 三個月去了 我去了加拿大之後 就住在我叔叔 又找不到工作 真的找不到工作 然後突然間我電話來 她說 我們亞洲電視打給你的 因為看了你的衛生根廣告 我們覺得很有興趣 想找你拍電視劇 然後我說 喂 你做女主角就回 做Catly Fan我不回 我純粹是開玩笑的 她說你真的找你做女主角 我問 女主角我未拍過的 對呀 我這樣想 又沒有工作 在加拿大 不如試試飛回去 拍了個劇才算 再不就回到加拿大 如果不行 或者覺得不好玩 一玩就玩到今時今日 我就沒有翻過 真的沒有翻過 沒有 沒有 光美儀1997年加入亞視 第一套拍攝的電視劇 是肥貓正傳 但她覺得和以往的工作 有很大反差 又形容是天堂與地獄 當然被人罵得悲喜 以前還有罵的 你知道 我那年代還有罵的 因為其實是很反差 是天堂與地獄 拍廣告是天堂 你自己是公主皇后 每個人都以你為主 誰知道亞視拍攝 爸爸媽媽十八代祖宗 那些聖器官都拿出來 都搞不定 因為以前不用我遷就燈 因為燈就我 我不用遷就人 因為只有我一個 由零開始 從頭學 還要對著Kengor Kengor要求很高的人 我記得真的被他罵了一次 有一次真的罵到 因為他要跌倒 你知道他很肥 跌倒兩跌他真的很辛苦 我又沒有人很聰明 真的不懂得走 他罵到我死 然後劇部又不知為何這麼聰明 明明一輛車可以令你一個人坐 他安排一輛車只有你一個人坐 等你好像佛靜師幾個 我坐在車上 我很想走 但我做了下場戲 想想想想 不行 你這個死肥人罵我 好 今次是你最後一次罵我 我以後都不會被你的死肥人罵我一次 我自己在車上說 那我以後就集中精神 聽 即是 叫什麼 即是醒目一點 你看清楚別人怎樣做 你能味到聲鮮到 那你這樣東西就看著他 不明白就問 後來他對我很好 因為他知道我真的很認真去學 我真的擺了一個很認真的樣子給他看 我真的不想被你罵 這麼大的人 你都不想被人罵 很醜 很收家 我記得當時收視是二十多點 亞洲電視二十多點就燒炮獎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最懷念的是 就是亞視那種人情味 不少亞視藝員過都沒有先 最初都被人感覺擺脫不到那種亞視味 江美儀幾經努力 終於在二零一三年 憑衝上雲燒二 勇奪萬千聲揮巴掌電禮最佳女配角 江美儀感恩遇上前輩留從人 令她重新學習做一位好演員 其實我一直都很羨慕 在TVB拍攝的藝員 因為我覺得他們出來的東西很華麗 然後他們出來又很升 我們看亞視 始終好像別人覺得我們是二拉台 出去的人不會前夫後勇 那當然不是 他們只是在那裡猜猜一下 這條牟利好像是亞視 直到我離開了亞視 去做港台 因為當時沒有工作 完全靈感 沒有工作 在外面開始懷疑人生 是否我其實不適合這行 是否這行不需要我呢 後來梁師傲就找我 去做風騷發雲的主持 但也不是做得到一個星期 做一天 做一下做一下 因緣際會 我之前說過 阿君如就介紹了我去TVB 我覺得 我很幸運在無線 遇到很多角色 都是比較 異提性 我覺得我的瓶頸位 過得很好 因為我遇到另一個白落 就是劉重仁 我跟他之前拍 《潛行追擊》的時候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當然我知道誰是劉重仁 即是我們的前輩 我跟他拍的時候 我很記得 我當時拍另一套 《九剛十二方》 是古裝 回到大陸拍 他就開始跟我電話 聊一套劇本 我還未拍完這一套 他說不是 你趕不及了 你要做功課 否則你做不到 我認真 我這裡未完 不管 你回到酒店 你沒事做的 你做功課 我很記得 我跟他在《潛行追擊》裡 我做一個 坐了一間二十年的 黑社會大大姐 他跟我說 要我寫這二十年 我做過甚麼 為甚麼我們兩個會認識 為甚麼你會坐牢 坐牢的時候 你會想甚麼 你的情緒是怎樣 我簡直 我做完之後 我就明白了 因為他說 你做了功課之後 到你要拍的時候 例如你在街上 見到這個男人 他會害你坐牢的 你會怎樣 他想問我 他說還要哭嗎 哭了二十年還不夠 我突然一聲 是 其實你坐了二十年牢 你看到人不應該多生氣 我覺得是 所以他這個功課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後來 再做《民望做》 不單要做功課 我們還要寫劇本 譬如有一場戲 我跟他分手 他說你今天那場戲 你今晚寫劇本出來 給我看看 你自己覺得 你的角色應該會說甚麼 這場戲 我們就寫出來 跟導演再隔 就加一些我認為 即是我的看法 和劇本的東西 混合起來 一起做了那場戲 那場戲 我覺得那場戲 真的很好看 他就是這樣 去提升了我演員的標準 那場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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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排骨 和劇本 有些兒子 有些兒子